10號晚上海官方宣布 即日幾至11月上旬 全市各區每週至少展開兩次社區核酸篩查 所有往返上海人員抵護後必須實行三天三檢 且在24小時內必須進行一次核酸檢測 為完成核酸檢測者 上海健康碼隨山碼將變黃碼 官方同報 截至11號12點 上海共有高風險區一處中風險區37處 涉及嘉定、閩航、鴻口、寶山、常寧及浦東新區 上海市民透露 多地再度啟用防艙醫院拉人隔離 並抱怨清零政策拖垮經濟 造成物價暴漲 民不聊生 上海多索學校持續拉學生隔離 11號 有網友曝光 上海財經大學凌晨2點拉人去隔離 自密接者並且綠碼、陰信都要進方艙 方艙條件差 不去的學生健康碼就變成紅碼 記者11號打通該校電話 多部門彼此相互推託 新唐人記者熊斌 周天採訪報導 既然有網友